從二十三條的短暫的諮詢以致火速的立法 整個社會相對來說是沉默和觀望的 第一方面涉及這麼複雜的法律條文 市民一下子都難以去理解 也都擔心甚至討論爭議 也都恐怕又不知道有什麼的後果 所以大家只能夠採取觀望態度 但一種的憂慮和懼怕其實是存在的 甚至家中某方面的政治藏書、歷史紀錄 甚至舊報紙會不會都成為觸犯法例的一些原因 於是甚至有人說棄之可也 你使社會產生這樣的恐懼知情 今天張冥良在《明報》篇文章說 第二十三條律法不是歷史的終結 它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它說政府當局及各級公職人員執行國安要求時 需要不偏離人心 掌握好情理的分制 沒有說過由不及的道理 最重要的一句 最終是靠人民愛國之情 而並非怕國之句 即是令到二十三條說國家安全的前提 令到香港人說我們要維護國家安全 是可以產生一種愛國之情 而不是怕國即是怕了你 這兩種情緒反應 現在我們沒有統計數字 但是從接觸的人當中 怕國之句其實是多的 張冥良這個觀點如雷冠矣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是有跡可尋的 大家從2019年之後的情況來看 在2020年6月迅速地 你想想事件行得多快 是推出國安法 國安法之嫌 執行之例 到現在都未審出一個結果來 有些甚至乎都未開始審 已經坐了幾年牢 在這種狀況下 又同時在不同層面 推動所謂愛國的教育 愛國的情操 以及推行各種愛國活動 包括將被視為不愛國的人 踢出所有的範疇 各位 這是令到寒蟬效應極致 所以另一條相關國家安全法例 第23條立法的時候 大家還說不說 因為23條本身對言論的規限 又再進一步 所以國安法改成23條 市民那種憂慮而產生的恐懼 這是相當普遍的 大家就沉默不語 敢先閉 連說都不敢說 可想而知那種憂慮去到什麼程度 本來說到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其實是很窄的 其實香港人很極少可能犯罪 哪有香港人走去做什麼要叛國之罪 但是你在解說過程當中 很多東西出來 藏本書、教堂的告解 都成為一個討論焦點 於是大家只能從生活經驗出發 會不會踩到呢 這個生活經驗是一個全新的理解 國安法和23條的分別 23條是細緻、具體無為 181條的條文裡面 其實是牽涉到生活的每一步 反而國安法 國安法那個 寬一點和最重一點 為什麼大家有了一種恐懼感呢 是因為國安法的操作過程裡面 執行的過程裡面 是令到覺得 喂 跟以前所理解的公義、合理性 是完全不同 於是乎 那個打凸的情形 這個凸打得相當大 《信報》今天的社評都說一件事 它提出一個名詞 叫做 要彰顯23條的正當性 你能在這方面做得好呢 你好像摩根斯丹的《羅奇》那樣的 香港玩樂就會不公自迫 說了《羅奇》又是新聞 對 《羅奇》 我們都很惡言 為什麼北京的新發展論壇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會邀請《羅奇》去 《羅奇》又肯去 又讓他上演講 但是他演講出來好像沒什麼 今天知道了 原來《羅奇》最新接受自由 亞洲電台訪問 就走了 實體店面 就要走了 這23條效應 立即走了 接受他訪問的時候 原來他其實想說香港 但是被多番的勸子 不要說了 因為這麼尖銳的事情 不想說 這個發展論壇 其實是想聽到一些意見 叫你不要說 大家想去唱一台什麼戲 今天也是中國的矛盾 一方面要強調中國繼續開放改革 中國是歡迎西方全世界去和中國做生意投資 當然也希望能夠挺起中國的經濟 繼續發展這個就是潛台詞 中門要大開 大開中門的同時有很多顧忌 顧忌之處就是 將中國很多的問題 將他凸顯出來 羅奇的中國通 他數據也有什麼 原本是大好友 他說羅奇先生來到幫忙做台好戲 過往你都唱好中國 對 無必要去挖我們什麼倉疤 所以這方面矛盾也在 但羅奇還提出一件事 他說香港學術界 其實除了香港五大企業的高層人員 獲邀出這個論壇 還有香港學術界 羅奇說 香港學術界和企業界代表 在北京期間 沒有如實反映香港的情況 為什麽就是 令到我們覺得最 又不是擔心 覺得最失落的地方 香港的學術界 包括香港政商界 其實我們是很熟悉香港政府 和香港社會運作 也熟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遊戲規則 而大家都不敢說真話 大家去到為為樂樂 大家要去唱好 但是今時今日中國確實需要 要抵抗西方很多的玩言論 什麼中國的經濟 怎樣走向日本模式等等 是要抗衡這些事情 但是抗衡不是把所有的聲音禁絕 任何批評是有善意的建議 有惡意的倒台 是聽得出的 但是你只是聽善重善討各方面的好說話 而沒有吸納到真正有益有建設性的建議 有益有建設性的建議 有益有建設性的建議 是針對問題 我看不到沒有問題 很好 你看不到問題 你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 其實羅奇除了由於他以前做過摩根史丹利亞洲區的主席 他很熟悉整個亞洲市場 他現在同時是一個學術研究的身份 其實這方面很難得 正如張炳良是一個學者進去官場做官 他出來做學者 他在香港土生土長大 他很理解香港情形 正正是很需要這些人說真話出來 大家認識張炳良 大家知道他是本身有民主派的光譜 當年會點 會點 接著進去也得到特區政府的接納做到局長 但他本身的本業是公共行政學者 當年成大現在是教大 他公共行政有一個理論基礎 香港方面相關的科系很多都拆散了 你沒有了這些從學者從一個學的角度去看問題 你便少了一個進言的光譜 你現在發覺議員多了 聲音多了 但大家說話差不多 是說少了 好像很多人都接受訪問 但說一些很虛的東西 香港其實應該是說真話 現在沒有人說的 好像跟著主旋律 以往很多雜音 現在全部都是主旋律 還有上面說一句 百分之一百二十是潤色出來的 經過潤色 大家還沒背熟幾句台詞 去到哪裡都說了這麼多 人家原來是對的 我的朋友說最重要 誰說什麼 你真是背熟一兩段 隨口在不同場合 用出來就可以了 那就糟了 香港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多元背後是一個自由的土壤 現在當然那個空間收窄了 但是呢 是不是要去到這麼左呢 是不是要去到這麼絕呢 連一些比較中性的溫和的聲音 健康的聲音都要抹消 比如今天看劉銳紹那篇文章 他都說到 他民心服償條件 官方是帶頭多元化 和隔益左的路線 但是沒有很難多元化 你看回明報今天那個社評 說那個三會 即地區治理委員會 消防火會 和滅罪委員會 這三會 完全 你說多元化 告訴我 不是說是同一個光譜 你就聽不到不同的意見 如果你說先發展一個地區架構 一路一路一路 好像培養一些政治的人才 將來一路一路做上去 你根本大家 是讀同一本書 你怎樣會有多元的知識呢 這就是香港 我們為什麼 好像條路是越走越窄 一方面 地緣政治的環境 中美國力 剛才說這個國際焦點 習拜會都提到香港問題 中美這個國力 中美的矛盾是不能解決的 香港就往往夾在中間 找香港來出氣 找香港來制旗 你這樣的環境下 客觀環境這麼差 你主觀方面 自己也制入了一個 零左密右 全部是左傾的路線 一左二擇 你自己本來已經擇了 你自己還收窄那個渠道 就越走越窄 於是 所以說有什麼多元聲音 沒錯 其實我們都嘗試多元聲音 我們也同時明白 有23條立法 有國安法 坦白說我和老眾 都看不清楚 那個紅線是怎樣 但唯有小心翼翼 因為對政府的批評 我們希望有一個真誠的意見提出來 都是想香港好 亦都希望各位給予意見的時候 基於一些事實去說 我們的意見和事實分得很清楚 我們的經驗都自覺 比一般人拿捏的東西 是比較準確的 而我們兩人 兩個的窮書生 也沒有什麼聯繫 完全沒有任何的背景 一火的赤子之心 做好一個節目 維護香港在越來越窄的民間聲音當中 維持著一些白創民的精神 將大家心裏面一些說話說出來 將大家一些解不通的問題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是 將很多的似乎毫不相安的問題 給今天你看我的節目 你和這個兩岸持平一路冷下來 雜拜的通話 引致葉劉陳志思的訪問 綜合了章片來的文章 我們將這些很多的圖畫 大家沒有這樣的時間 沒有這樣的精神 精力去看這麼多東西 我們幫它看出來 讓大家了解到現在香港 真是進行適應期 適應期如果你處得不好 大家那種畏懼謹慎之心 越來越大 香港的路就越走越窄 當然我們適應新的環境的時候 我們要秉持一些原則 要不然沒有原則的東西 你變成任人無數 意思是塑造一個不是屬於你自己的東西